北约成员国齐聚华府定调齐心支持乌克兰 不过这些武器真的能平安送到基辅吗 美国驻欧洲军事基地 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攻危机 所有武器供应中心必须高度警戒 只不过防得了台面上的攻击 却防不了非军事案件 像是布兰警方破过一起 二十四岁乌克兰男子 在境内为俄罗斯情搜事件 甚至要求他破坏铁路 最后遭求刑六年 CNN报道近期发生在欧洲各国 看似不相关的纵火案 背后主谋直指俄罗斯 这种新形态混合战争 就像温水煮青蛙 让欧洲国家防不胜防 尤其是邻近的爱沙尼亚等国 爱沙尼亚近期发生多起 疑似俄罗斯间谍假扮平民入境事件 而且手法越来越火爆 现在边境警察全面拉警报 明年更将重修边境防线 至少增加六百个掩体 严防俄罗斯从这里流入欧洲 制造动乱 在乌克兰前线之外 另辟看不见的战场 沈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